观寿念著 Vedana Nupassana 没有观寿念著,观身念著就不完整 这部经典并不是想要我们只是玩着一种知识上的游戏 它是Anupassana 随观的 你必须持续不断地去经验实相 因此,除非你感觉到这个身体 否则这个身体对你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这个感受Vedana 在所有四个章节中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当我们进入心和法的时候 你也必须感觉到它们 而不只是玩着任何知识上的游戏而已 在这个传承当中 赋予感受很大的重要性 因为没有感受就没有Sampajana 实时彻之无常 没有实时彻之无常就没有Banya智慧 没有智慧就没有Vedana那一关 没有内观就没有Satipatthana 思念住 也没有最后的解脱 因此,感受对我们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唯有借着感受 我们才能了解一切事物是如何的生起灭去 对于生灭无常 也才能有实体的了解 只有在这种感受的层次上 才能够体会到这种生灭生灭的现象 如果你只是去感觉某种感受 而不去体会到不断生起灭去的特性 那么这就不是实时彻之无常 不是智慧 不是内观 也不是思念住 在感受的这个层次上 对于不断生起灭去的了解 了知 是绝对必须 绝对重要的 当你不修内观时 你以任何一个所缘 比如说 在第一个章节的观呼吸当中 你观察气息的进来 气息的出去 以这个作为你觉知的所缘 作为你专注的所缘 你继续不断地在这个所缘上 保持觉知 保持专注 将会得到很好的samāti 深入专注的定 这个深入专注的禅定 叫做第一个jana 出禅 第二个更深的禅定 叫二禅 三禅更深一些 四禅又更深 而观呼吸的同时 很有可能 你也能够感觉到感受 但是你并没有觉知到 不断生灭生灭的现象 接着 从四禅进入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次第定 然后你进入想象 心的想象 仅仅是心 而忘记了 所有关于身的部分 只有这个心 不断地扩展扩展 无限地扩展 这只是定 samāti jana 与内观扯不上关系 佛陀曾经这样的试过 就在他成佛之前 他跟两位老师学习过 第一位是阿罗罗加兰 从这个老师那边 学到了七个次第定 然后到另一位老师 幽托加罗摩子那儿 学习了第八次第定 无疑地 借着这些禅定 得到了不少的净化 但是当他往深层的内在一检查 他发现各种习性反应 sankara 依然在那儿 根植在深处的习性反应 佛陀就称他为 随眠烦恼 anusaya kilesa kilesa是指不净烦恼 习性反应 而anusaya的anu 是不断地跟随 saya是正睡着的 合起来的anusaya 就是在最深层的心里面睡着 生生世世 继续不断地跟随着心 其中一个随眠烦恼 会在死的那一刻浮现而受生 再次新生的开始 而其他的则仍旧继续跟随着 这些就像睡着的火山一般 随时有可能爆发 那个时候 在他内心深处的不尽烦恼 并没有完全根除 他说 我不是解脱的 我不能接受自己是解脱的 我必须再找寻其他的方法 于是 成就了第八次第定之后 他试了另一个方法 折磨这个身体的苦行 但是借着这种方法 他发现也没有任何成就 他还是持续地观察 贪救 他发现了Vipassana那一关 观察呼吸 观察感受 由于对感受的观察 明了了无常Anitja 不断地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他发现了达到解脱 关键性的环节 所以他继续不断地 在这上面努力 现在关于这些禅定 他已经到达了 第八次第定的 这种专注禅定 他称这些禅定为 世间定 Lokia-Jana Lokia的意思是 这些禅定的结果 仍然只是在这世间 从这个生命层次到另一个层次 不断地轮回流转 但是 现在他在这些禅定上 加上了内观 加上了 实时彻之无常 当他加上了 对不断生起灭去的体验 这些禅定 就转变成 初世间定 一种能让一个人 从生死轮回当中 脱离出来的禅定 因为除了能到达 专注的禅定之外 涅槃的果实也得到了 所以 原来的世间定 这种还是不停地 在各种不同的生命层次里 流转的禅定 就变成了初世间定 能从生死轮回当中脱离出来 这是佛陀对人类的贡献 能够达到这个结果 是由于对感受的不断觉知 因此 感受对我们是这么的重要